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观天下 上期我们谈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三个约翰 这期我们谈一下影响中美关系的三个S 其实这三个S是指美国三个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因为他们的英文名字都是字母S开头 所以被称为三S 他们分别是艾格尼斯·史莫特莱 英文名字Smedley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庄和爱德加·斯诺 史莫特莱是1892年2月生于美国密苏里州 9岁时全家搬到了科罗拉多 他的父亲也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矿工 但是家里的生活呢 依旧是非常的贫困 史莫特莱从小就在外面兼职打工 他自己很上进 通过自学和旁听进入了一所师范学校 后来成了一名小学老师 生活的贫困是他非常关注穷人 以及社会的不平等 后来他搬到了纽约 接触到了很多信仰这个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 对他的世界观影响很大 所以才有了他后来支持印度独立 支持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 1918年期间 他因为支持印度的独立 被美国的海军情报局以间谍罪逮捕 但是两个月以后给释放 后来法院宣布撤诉 从纽约他又到了德国 认识了德国和苏联共产国际的革命者 他和苏联著名的王范间谍 理查德·佐尔哥 成了好朋友 1928年出版了自传题小说 大地的女儿 他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 从苏联来到中国的上海 这一待也就是13年 直到1941年 他回美国看兵 期间还继续宣传中国的抗战 还出版了他的《中国战歌》一书 在中国他认识了 像鲁迅、毛顿等左翼的作家 还有宋庆龄 他比较关注中国红军的动态 1934年 他还出版了《中国红军在前进》 1936年12月 在西安养病期间 正好赶上西安事变 他应张学良的邀请 是每天有40分钟的英文广播节目 介绍西安事变的动态 期间他还遇到了前来谈判的郑文来 应郑文来的邀请 从1937年1月开始到延安采访 在延安期间 他接受到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尤其是红军的总司令朱德 根据他的回忆 最初朱德看起来是貌不惊人 就像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 但是朱德曾经在德国留学 他也会讲德语 而且和简单的英语 朱德平时态度很和蔼 但是打几仗来指挥若定 朱德读到的人格魅力 开始吸引什么特别 他决定为朱德写传记 起名叫《伟大的道路》 1956年他去世以后 这本书正式出版 对中国他有特别的亲近感 在延安时他说 我去过很多国家 在那里我都被当作是外国人 只有到了中国 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个外国人 在延安期间 他是八路军的隋军记者 目睹了中国抗战时 缺医少药的情况 所以他便通过各种渠道 来帮助中国购买药品和器材 同时呼吁国际上的支持 在他的影响下 加拿大的医生白琼恩 和理查德布朗 以及印度医生科迪华 都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 二战以后 中国是国共内战 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政府指控他是苏联的间谍 他被迫离开美国到了英国 并计划从苏联来到中国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 在1950年5月6日 他切除胃部的手术失败 并逝于英国 遵照他的遗嘱 他的书稿有60万德国马克和他的个人物品 以及他的骨灰交由中国保管 1951年的5月 在他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 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巴宝山革命公墓 那么第二个我们介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是1885年的11月 出生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 他的父亲是教会的牧师 他15岁是高中毕业 20岁大学毕业 23岁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是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 并积极参加公会运动和一些社会的进步运动 在一旦期间 他反对美国参加一旦和当时实行的争兵制 1921年 他是前往苏联探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后来他帮助苏联出版了第一份英文的报纸 叫莫斯科新闻 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 他在苏联共生活了将近30年 1925年 他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并目睹了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农民运动 并完成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 大革命失败以后 他从苏联的代表包罗廷一同回到了莫斯科 1931年 他从苏联的农学家叫乔舒斌结婚 直到1942年 他的丈夫因病去世 1939年 他曾短期返回美国 受到了第一夫人艾利诺在纽约家中的热情款待 他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呢 是中国的晚南事变 但是周恩来将事件的真相告诉了他 并让他在合适的时候呢 再公布于众 后来他在美国的报道 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罗斯福总统警告蒋介石政府 是不要调禁内战 要共同抗击日本 1946年的时候 他是第五次来到中国 并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8月6日在一次谈话中 斯坦朗问毛泽东主席 他说美国会不会用原子弹攻击苏联 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讲 原子弹听起来是很吓人 但也没什么可怕 因为决定战争胜利的不是一两件武器 而是人民 斯坦朗问 美国最近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近10亿美元的军火援助 你怎么看 毛泽东回答说了 这是美国在向国民党军队输血 随着我们大量的歼灭国民党的军队 这些武器最后都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你在延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消灭了国民党14个旅 照这个速度 就是我们用两年时间就可以彻底的打败他们 我们的小米加步枪一定会打败他们的飞机大炮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这次谈话中 毛泽东还首创了一个英文的单词 纸老虎叫paper tiger 1947年2月 斯坦朗离开延安回到苏联 并在1948年 在包罗廷的帮助下出版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 1949年斯坦朗在苏联被指控为美国间谍 并被驱逐出境 1955年斯坦林去世以后 苏联政府为他平反 1958年73岁的他选择来到了中国 并负责主编英文杂志中国通讯 1965年的11月24日 毛泽东主席特别的邀请斯坦朗从北京飞往上海 庆祝他80岁的生日 1970年85岁时 斯坦朗在北京因病去世 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斯坦朗是一个多产的美国作家 他书籍一共有30多本 据他生前自己回忆说 他的一生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 三分之一是在苏联 而三分之一在中国 而中国是他最好的归宿 第三个我们介绍爱德加斯诺 斯诺是1905年的7月 生于密苏里州 毕业于密苏里州立大学的新文学院 1928年他搬到了纽约 然后随后到亚洲国家进行采访 同时也开始了他在中国13年的传奇生活 1934年到1937年 他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讲课 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 他和另外一名美国医生 马海德从西安到达红军的驻地保安城 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将领们进行了采访 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斯诺形容他个子很高 面容轻瘦 跟美国的林肯总统长得很像 斯诺还为毛泽东拍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 将近四个月的采访记录 成就了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也有人翻译成西行漫迹 而他的中文名字也从原来的失乐 变成了人人皆知的斯诺 在书中他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的个人经历 中国红军的发展和万里长征的见闻 向全世界正面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他的书是1937年在伦敦出版 风靡一时 当时不少中国的进步青年 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9年他又一次来到延安 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 但是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 1941年晚南事变时 共产党新四军遭到国民党的围剿 斯诺报道了真相 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取消了记者的采访权 不得不返回美国 回美国以后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三次邀请他进行会谈 了解中国的抗战的情况 二战以后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也是非常盛行 因为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影响 美国联邦调查局 把他列入到了黑名单 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离开美国 搬到了瑞士 1960年 1964年和1970年 他又三次来到中国访问 都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在1960年访问中 毛泽东曾经告诉他自己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游泳 隐隐透露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 尤其是1970年中国的国庆节 他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站在毛泽东的身边 这也是中国向美国明确传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信号 当时毛泽东告诉斯诺 他说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 无论是作为一个旅游者 还是作为美国总统 斯诺将这些话都发表在了随后的新闻报道中 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所以才有了不久以后 美国的乒乓球队访华 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访华 根据原来的安排是尼克松访华时 斯诺将作为随团的记者和顾问 但是一周以前 就是2月15日斯诺病逝 病逝以前 中国政府还委派医生马海德和医疗团队前去照顾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还受毛泽东的委托到日内瓦去看望斯诺 当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思诺 看到了黄华和马海德的到来 兴奋的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并激动的说 哎呀我们三个老赤匪又见面了 根据他生前的愿望 他的骨灰呢 是一部分埋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 一部分埋在北京大学的魏明湖 永远的留在了中国 这个他热爱的地方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只是政府之间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争 希望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对抗 不要影响人民之间的正常友好的往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